大家好,我是周一生 今天我讲课的主题是 冬季化进步系列讲座的第五讲 也谈冬天进步的养条与户 冬季进步不仅方法非常丰富 而且老少介意 但由于个体的差异 具体进步中不同的年龄体质不同 进步的差异也有很大的不同 进步中的养条和薄 正是少年、中年和老年不同年龄 但的进步差异的具体表现 如果我们按照中医养生理论的要求去调理 对保持身心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今天我将从违反这些基本理论 所带着危害这个角度 和大家一起简单的探讨一下 第一,少年进步重点在以养 如此养必将带来疾病 所谓养就是养护的意思 青少年年轻旺盛 养气最旺 可以适当小补或者不补 但是有些年轻人却不遵守这些原则 主要表现在 第一,难补药 终于因为进步的原则是需要补养 这个对身体虚弱的事才需要吃补养 当今社会养生保健似乎成为一种时尚 一些年轻人本来身体健康 却为了感时髦,盲目更丰 买赖补药,随便难吃 比如,有些年轻人本来属于热心体质 年轻火旺 却拿起人生就随便难吃 出现头晕脑脏,流鼻血症 第二,难吃美食 年轻人精力旺盛,社交活动平稳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假日聚会,狂难大吃美食 结果进步过头,引发各种疾病 引起胃肠不适 如浮动恶性呕吐 甚至出现胃出血,昏迷等危险的情况 第二,中年进步,重点在调 进步各路这四个气泡 所谓调,就是调你之一 中年人由于工作以及生活压力大 身体能量消耗最多,需要尽快得到补充 进步的空间非常大 但是具体是补硬补羊,还是补气补血 要根据自身体质和中医养生理论来辩证进步 如果分不清阴阳需时,就会越补越细,越补越糟 不仅会加重脾胃的负担,而且还会对肝脏造成损伤 第三,老年进步,重点在调 过度保护,遭受疾病,这脆又不甘,移出机会 但是现代生活富裕,晚辈也很增进老人 隐私出行照顾有家,也对着这些过度的保护 连老的人也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 一不留神,就过了头 而且,因缺乏皮革的运动,脑力和食物滞留未长时间过久 影响食物的消化与需求 所以,脑力和进步是,以精险温和柔软的食物做到少儿精 并结合10度的运动,帮助吸收消化 减轻肾脏的负担 让脑瘟得到科学和你的安全 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的讲座感兴趣,请订阅分享并留言 大家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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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